拜仁慕尼克對著和夫斯堡 兩隊決賽開球都看得很謹慎 不過一個入球就很容易改變形勢 觀眾最想看 這球怎樣呢 那球會去哪裡呢 全球進來 可以解圍 巧妙的全球 龍門的 全身給龍門 回傳給龍門 魯迪嘉 朱偉欣史迪嘉 這球球擋得好 解圍做得不錯 對 朱偉欣史迪嘉 傳到中路了 球出界 解外球 嘗試射吧 各位 幸好有人護著空門 搜紋完單,隨打出 有進嗎 臨門一腳送大禮給對方 這球球的 傳回龍門 手捐完大腳斬出去 到普士圖 費南迪斯 球證明爹 這場精彩的決賽 終於踢了一半 踢完上半場之後 我想兩隊在更衣室裡 被教練罵一下 都可能要想一下 有甚麼方法可以入球 努力一點 兩隊都是差一點運 拳賽踢了一半 有甚麼高見 這場球這麼重要 所以兩隊都踢得很小心 怕犯錯輸球 看看哪一隊 接下來可以創造魔法 今場的埋門也不少 不過比數也沒有動過 還是0比0 比賽重新開始 比賽 拜仁慕尼克的表現是好一點 馬迪圖 起腳射門 手捐完表現很好 這個球 夠得一流 反應夠快才可以做到 奧古試圖費南迪斯 全個高球 手捐完大腳斬出去 危機暫時就叫做解除了 開界外球 傳回到後面 重新來過 魯迪格 押一些圖 華拉尼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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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球 這個入球的影響可能很大 這一球球簡直是二餘反掌 在正的龍門前面 又不選 你們這麼喜歡起腳射門的球員 好心你應該記住他 實一實 後防這麼不小心 又要付出代價 他們換了個飛毛腿 看來可以有些貢獻 拜仁慕尼克 有機會 沒問題 什麼好得過入一球 答案當然是入兩球 當然 看起來好像有點懸惠 其實他走位 剛剛好時間 好意外 入場 好意外 入場 好球 拜仁慕尼克 連入兩球 現在領先2比0 入到第二球 就離環了 射門 又入多球 完全都不收手 成功負二分 這樣跟挑請他起腳 是沒有分別的 完全不明白 為什麼他們會走掉這個射得之人 簡直是明知故法 大仁慕尼克 射射領先三口 踢得好 這個直線領 賣門那一下 華拉尼 偉拿道姆 完全破壇碰撞 比賽到此為止 這晚是屬於球員的 亦都屬於球員的 他們寫下了球會史上的俗叫一頁 球員登上頒獎台 做得球員 都是鼓上享受這些時刻 非常之光榮 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